文字幕志愿者 李建復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建復老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 近视苏轩的心灵讲座 我是阿敏 今天非常地高兴 因为要跟两位 非常优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 共度愉快的时光 我现在介绍李建復老师 大家好 谢谢 老师目前是 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李市长 也是实业家公司的负责人 接下来邀请的是 大家如果你有常看大爱台的话 音缘小句 音乐有爱 主持人之一 也是联合制作人 我们的殷政杨师兄 有人说啊 人生就像一首歌 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 音乐到底在我们的人生中 占了多么重要的比重 您还没有记忆的时候 可能出生了 就妈妈会唱摇篮曲 再没多久 当你一岁生日 多浅 就是Happy Birthday的歌出现 慢慢的你进入了学校 召会要唱什么歌啊 国歌 学校要唱校歌 后来李老师 也帮我们的慈基医学院 现在是慈基大学演唱校歌 您那个时候 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feu 或是 现在再回想起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悸动 在你的心里 我唱所有的歌 只有这首歌 能够让我自己 很快地安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还记得 我第一次录好 跟《龙的传人》是一样 我录的时候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然后第一次在医学院 他那个礼堂刚盖好 还是都是混凝土的建筑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在里面唱这个歌 那后来就很喜欢这首歌 那心情很烦闷的时候 就会很激动的时候 就会听一下 那就很快可以让自己安静 那后来我在前年 要收录自己一张唱片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歌 不是很足够 那我就特别想 把这首歌再获得 学校跟自己的授权 或者把它放到我的专辑里 让大家更多人 能分享到 我的心里的一份平静 听这首歌 或唱这首歌的时候 一海辽阔 有远东行 此爱为盼须心悔讲 只会胜体量 欢喜时波澜 起心向前行 心灵光 心灵光 有远通长 此爱为其惹心违章 探索深何缝 欢喜时阳光 起心痛征伤 誓願將心比心香 眾生平安借我又老同窗 誓願眾生為止盡 一並一心一德平安共享 後來老師也參與了 詞記很多大型的音樂手語句 包含《無量一經》 你也有演唱佛典的 經過改編之後的這些歌詞 歌曲 我不知道您的宗教信仰 有沒有跟演唱有衝突 或是有雷同 我倒是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 當然在信仰上面來講 比較接近佛教 可是談到佛經我也不懂 談到聖經我也不懂 所以說其實沒有特別 可是《無量一經》 其實主要是小楊在唱 那我中間有一小段是我的 也是一樣 聽到那段的時候 心裡上就很平靜 聽到歓郵家宇宙計時 strengs in growth 順利去千萬五 聖經魔 漫中子 變光的天 殷師兄後來也唱慈濟的歌 也幫慈濟寫歌 甚至也在大哀台主持節目 這一路過來 您有沒有哪一首歌曲 對你來說是印象深刻 慈濟歌其實好多不同的歷程 那我導致想要跟人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唱歌的一個經歷 就是說因為剛剛你提到《無量益經》 我記得在錄《無量益經》的時候 那個李壽全跟栗子恆 他們兩個是製作人 他們也寫這些曲子就坐在對面 我每次一唱他們就說 這不行 要再等一下 他說你要再收斂一點 再收斂一點 他就唱很多遍這樣子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唱歌的人就會怎麼樣 就想要去這個字這個劇 你要怎麼樣去詮釋它 怎麼樣表現它 讓它好像可以打動人心 又很努力去做 後來發現都錯了 他就是最後就是說 你不要去想去表現這個行文的意思 然後你就是這樣把它平平順順地唱出來 對面就OK了 那我後來才發現說的確是 因為你聽起來就是 你很想去解釋它什麼 其實都不對 你就發現說 那是你自己想要表現 經文是 不是你可以去詮釋它的 或是去表現它的 而是說它自己本身 你就如實地把它唱出來就可以了 對於一個做表演的人來說 要自己不表演是很困難的 可是真正你碰到了這樣的一個佛典 你就知道說 原來這裡面有好多需要學習的部分 音樂真的是會豐富人的生命 而且這幾年來 如果您常說到一些影片 驚喜合唱 相信大家會眼睛位置一亮 會覺得說 這麼多 平常可能只是跟我們擦身而過人 但是在那個同個時空之下 有些人拍 有些人喝 有些人跟著唱 老師當時怎麼會想要有這樣的組合 讓大家一起類似快閃 唱完就拍拍手謝謝再聯絡 拜拜了 那我們在兩三年前 那有一位景廣的很資深的主持人 叫林辰小姐 那在這兒假如聽過她的節目 那就表示您真的是有一點年紀 那這個她主持節目叫平安夜在當年 那她有一次看到網路上面有傳播一段 就是歐洲他們在咖啡館裡面唱歌劇的盡頭 那歌劇就是很流行的歌劇 大家很多人都會唱 歐洲人都 他這方面的素養比較深厚 那就很多人會跟他一起合唱 他就發了影片發給我跟另外一位朋友 就說你們花那麼多錢辦個演唱會 對 那就這麼現場一萬人五千人聽 那我們做一個這個影片也沒有花太多錢 那全世界都可以一起來享受 那不是很好嗎 那她就問我說你們可不可以在台灣試試看 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想說 這事情不是特別難做 那可是它牽涉很多個不同的因素 那最重要的因素除了音樂之外 音樂就是要找大家耳熟能詳的歌來唱 因為這樣才能夠引起身邊的人的共鳴 然後合唱的感覺才會出來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要把它拍下來 除了現場人感動之外 我們要讓所有在網路上面看到這一段影片的人都感動 那我找馬一忠就是他拍了非常多這個MV 也是名歌手出身 那就是找大家耳熟能詳的歌 然後最重要的是一個核心的骨幹的和尚團 然後我們這個和尚團是 其實也是他們自己一開始發信想要做這個事情 就是哀悅和尚團的一批幹部跟自身的團員 那每一次要辦活動的時候 再去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其實回到我剛才前面一直在重複那一點 就是大家在共享一個心 發一個心就是我要想做這件事情 要帶給大家溫暖 帶給大家快樂 其實他的酬勞 他的所有的辛苦 那都已經不重要了 因為他有這個心嘛 要發這個心出來 要傳播這個快樂給人家 為什麼這個影片這麼的受歡迎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商業目的 沒有政治目的 沒有社會的議題 他要傳播的就是一個愛跟感動跟溫暖 所以這每一位在 不管是臉書也好 微博也好 微信也好 大陸上的油哭 土豆 上面幫我們傳的人 他都是發同樣的心 因為他要把這個快樂給溫暖 散播給他的朋友 那這個就是我們覺得最珍貴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一個原始的初心 這才是我們希望能夠鼓舞出來的 其實就跟實際做很多活動 他的理念是一樣的 就是要把大家的這個初心給發散出來 那這個是我希望能夠帶給大家的 我們希望能夠帶給大家的一個善念 所以愛無國界 大愛也無國界 不管是在台北101的第一場 或是後來在北京 在前陣子的板橋車站 今天我們選了板橋車站的這一場 讓大家一起來走進去唱出來 請看 一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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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